早上好 现在是上午 六点二十分 哈喽各位打天下战士们大家好 那么今天的新学来潮想录制一期清华生的一天给你们看 很大原因是因为我发现我这学期的生活习惯和我上学期其实蛮大区别 所以就决定说可能从今天开始我以后每一个学期将会录制一期清华生的一天给你们 让你们看看一下不同阶段的我的生活习惯到底是怎么样 那么这学期呢主要相对于上一部影片的时候的我也呢 多了挺多不一样东西啊不一样生活习惯啊 最主要就是我进了清华排球校队 然后还有正式拿起了健身的一个运动 所以最主要体现在这两点上面 所以呢我将会把它放在我这一期的影片里面 这两点就是我之后新的生活习惯啊 那么来啦 是不是有看到一个很大区别现在是六点半 然后我之前不是说三点起床了吗 那么为什么今天睡那么迟的 很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呢 我自从发布的那一期高效率的五大因素给你们之后呢 我的整个生活习惯被打乱了 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呢 到现在大约过两个星期半了 差不多到第三个星期了 我每一天都是在我的行业的习惯 待到凌晨两点多才回来这边才睡觉 所以两点多睡觉如果三四点起床的话 我现在应该已经暴毙没有可能录制影片给你们了 所以呢我一样也是保持睡五个小时 不过那时候因为座位置太多了 所以我把它五个小时降到四个小时 四到四个小时半左右了 好啦所以我现在呢 由于今天自然而然起的有一点早了 原本应该是七点半起床 然后洗刷一下整理一下 就去吃早餐然后就去健身了 但现在有点早 早了一个小时比计划 所以我可能吃个早餐 然后接两三题为积分 再去健身了给你们看一下 我健身的效果 好啦所以现在开始正式开始我的一天啦 那你吃到很久 那你吃到很久 好啦所以我现在得出发了啦 有一点迟了我靠 已经八点四十二了 因为还有很多东西要拿 包括这个指甲 这个支持相机的指甲 比起我以往触发呢 发现有更多东西要准备 所以吃了一点点 因为我待会就点50了 有一堂课 自制通鉴的课 所以我得在一个小时之内 完成我健身的东西来 我今天打算练胸 胸部的肌肉 就我只刚开始练了两个月左右 等练了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 我再来度一期视频 你们看看我健身的成果吧 现在只是稍微有一些小小的 一些小小小小的线条而已 小小小的线条而已 所以半年 半年过后我再让你们看看一下 如果你们看看有些小小小的线条 然後呢 你只需要一小小小小的线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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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啦 别拍到过程 因为我刚刚的温定器没电了 然后指甲又坏了 然后又整个那个 然后我又要吃饱了 因为吃了 所以我就感觉飞来教室了啦 ok啦 我要认真上课了啦 我就 我就不说了啦 待会我 我回去房间给我的稳定器等等充电之后再继续我们的一天 上课了啦 好啦 所以我回到来我的房间了啦 那么基本上我刚刚上完课吃完午饭也现在是12点12分 然后还没有任何还没有进行任何休息呢 我就要开始复习我的危机分了啦 因为最近真的是太多东西做了 所以我必须每天把自己往极限推 首先课业又多啊 然后要赶视频给你们啊 然后上星期又从黑龙江出行那个宣传活动回来 所以没有任何休息事件啦 我得开车了啦 然后顺便呢 我也会 我的那个台不在了 我也会搭起我的这个直播台 然后继续直播学习啦 所以现在1点26分 我要去上体育课了啦 只有体育课会直接上到1点半 然后上完了之后呢 我就直接3点05分 然后上完了之后呢 我就直接过去那个图书馆 去那边学位积分 学到大约5点半的时候呢 我就会去打排球啦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我刚刚健身呢 是练了胸部啦 基本上我每天都会健的啦 但最近有点真的太忙了 太多东西做的影片又还没健啦 作业还没完成啦 论文还没写之类的 所以我可能会隔两天啦 有时候隔两天健一次 那么我每一次呢 你们看我现在也没什么时间好好和你们说 我都得在赶的过程中 一边赶一边的说话 就 诶 我的钥匙 就 我每一次呢 都会练某一个专门部位啦 不好意思 所以比如说今天就是练胸啦 我主要分为大约5个部分来练啦 首先是胸 然后肩膀 2头3头肌 胸部肩膀 2头肌 然后背部 还有大腿 所以基本上是这五个地方啦 然后腹肌方面呢 就会常常在看我那一天的进展 练美股肌部位的时候 如果有时间我就会练腹肌 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我健身的schedule啦 那么今天就是胸啊 所以明天呢 将会练大腿 下半步啦 就是 然后 最后到肩膀 2-3头肌 好啦 所以现在就要去上体育课了 好啦 所以上完体育课了啦 你们看 啊 然后现在是2点57分 早了1点放 所以 我废话不多说啦 就直接去图书馆啦 然后去学习的啦 那我刚刚想起我还得去打印些东西 因为我后天要去美国的领事馆 处理那个签证 我7月份回去斯坦福比赛 所以要办签证 知道还没弄钱 所以待会得复印 所以我现在就去 我经常去的那间图书馆啦 有点怕这个时间会没位置 希望啦 没位置的话我就去其他教师窒息了 然后 待会去打排球啦 那我感觉你要 这个自行车的数量呢 我估计应该是没有位置的啦 所以我就去教室窒息了啦 不然会挺浪费时间的 要是在那边等了一段时间 然后还没有位置的话 所以 现在临时改变计划 我去教室窒息啦 好 和我们看看 自己的东西 好了 所以看看自己的东西 现在4点40分 那么一月份呢 应该可以在雪酒店 因为我待了下午天半道梆 但是我有一些快递到了 然后我去打了 那是什么快递呢 就是我的月读暑假了 因为我那时候去哈冰黑龙江之后呢 有几位粉丝总是太好了 让我真的是很感动 他们陪我 那时候我和一般粉丝聚餐了 我们吃完火锅之后呢 然后就各自散了啦 然后我打不到车去酒店 因为酒店离太近了 没有司机相见 然后呢 他们就走过四个人陪我一起走路回去酒店啊 哇靠 然后呢 走完了之后第二天呢 一大早他们又来酒店找我 陪我一起吃早餐 陪我走去买手信给我清华的朋友们 哇这让我太感动 因为我一直以为呢 我去这一趟哈冰 这个参加这个宣传活动呢 都会是一个人的 一个人在酒店啊 所以我还带好作业带好很多东西去 就一个人去机场 一个人回机场走 然后没想到我遇到这一班那么好的 战士们哇真的太感动了 然后玩了之后呢 他们还有三位很漂亮的女士 他们陪我坐出租车去到机场去机场 送我走 哇靠 然后我就想了很久啦 不知道什么可以 我可以送他什么 送他们什么来 报答他们呢 我就想到了这个阅读书架啦 所以呢他们将会是全世界第一个拿到这个景堂的 生活空间的阅读书架的人啦 哈哈 所以我刚刚去客厂商拿了几批货过来 所以我现在就要寻寻货 所以我现在就要寻寻货 那想买了战士们不好意思啦 我没办法 我还我的前站至少得要三个月时间 但是我还没去弄 好了 所以我到取包裹的地方了 就在中国的买这些包裹是非常方便的啦 不像马来西亚那样 你买东西一下子就到了 所以我们就来这个地方取我们的包裹 但是他好像是不让拍摄 所以我就不拍了啦 OK 好啦 所以我到房间了啦 你们看 这个就是我的暑假啦 我送给我他们那几位的 然后这个是我买的花盆 然后我要继续种东西 OK 所以现在我要准备去打排球了啦 原本是打算今天寄给他们的 但是发现时间好像来不及了 我要去打排球了 哈哈哈 所以我现在穿 穿一些东西 然后就去 擦好我的装备 就去打排球啦 OK 准备好了 不过今天可能会打得不好啦 其实我想拿其他日子的打排球影片 放在这一集视频 因为我今天刚接完胸部 所以我现在回球 应该不会那么有力的 所以算了吧 anyway 去打排球了啦 我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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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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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